她不认识我 她当时就说了 这么漂亮的姑娘 谁家的 我第一次见 听说过 她是我们村上收电费的 相当有名 相当有名是啥意思 就是很邪气 人人怕她那种 你就是村里的无赖是吧 对 上到老人 下到小孩 没有不认识 那你大理她干嘛呢 她跟你说话 我也身体不好 我就光刮工 也刮过五六次了 就是到最后一次的时候 医生说你不能再刮了 他说你再刮的话 你就直接把子宫切了吧 我说我不能生孩子 你还会要我吗 然后她当时就讲 她说只要你跟我在一起 你尊人生孩子 后来又 又延伤了赌博 说案外前 基本上说得差不多了 她后来就说 说我回去可以 说来我们必须要了一份 谢谢你来了 敬请关注 有请主持人 涂奶 真情致谢 重新开始 欢迎来到重庆卫视 谢谢你来了 欢迎电视机前 所有的观众朋友们 我们依然采用云录制的方式 同时在我们的云端 也有一些观众们 在参与我们的录制 本节目由三合一新方法 养护骨关节 营养物骨比例赞助播出 观看节目直播 参与节目评论 报名参加节目 请扫描屏幕右下方的二维码 关注谢谢你来了 官方抖音号和快手号 扫描屏幕右下方二维码 关注重庆卫视官方微信号 参加情感心理测试 有机会获得精美的异品一份 来 我们认识一下 三位嘉宾老师 他们分别是 主持人 柴子璐 媒体评论人 志玲 心理专家 白燕宜 好 让我们一起走进 今天的故事 他包容我的一切 支持我 体恋我 无论我化什么处 都会涌炼我 我从来没有想到 一天他会离开 他的爆发突然让我明白了很多事情 老婆 谢谢你 那是跟我离婚 掌声有请被制线人 郑荣 主持人好 三位嘉宾老师好 请坐 丈夫来向你感谢 谢啥呢 谢我在生活当中一次一次包容他 原谅他 打牌啊 喝酒 这个恶习行为 也就是这是个浪子回头的故事是吧 嗯 算是吧 你们没有闹过离婚 闹过 离了吗 离了 啊 真离了 对 现在呢 现在又复婚了 一个失而复得的故事 考验了他多久 两年 复婚 对 相信他以后不会再犯 相信 哎 掌声有请 制线人孙桂楼 卢主持人好 你好 三位嘉宾老师好 请坐 这看着不像个赌徒吗 你是玩什么玩牌 牌酒 觉得自己改头换面了是吧 对对 啊 你多大年纪啊 我46 你呢 我29 啊 他90克的我70克的 你比他大多少 46 29 17 17 你是一婚吗 爱婚 你呢 我是一婚 哦 你按道理来说家有交妻 更应该努力生活呀 干嘛赌博呢 什么时候开始的 49岁的时候 就说 我那时候刚刚走上社会嘛 嗯 就说前面嘛 就说我家 互母啊 包办了我一场婚姻 哦 啊 就是两个人在一起 就是 不和 后来呢 就说 没有心情就苦情 哦 就折上了赌徒 你是说 第一段婚姻的不幸 对啊 让你走上了赌博 对对对 你什么时候知道他赌博的 第一次我们两个走到一起的时候 打算来南京的时候 我们办了一场贷款来南京创业 你们那时候结婚了吗 拿了结婚证的 然后到南京去创业 是的 哪一年 2014年 然后他去拿了那十万块钱的贷款 他那天去拿贷款的时候 早上就走了 然后一直到下午 五点多钟都没有回来 哦 然后我打电话给他嘛 他说他在外面无安 因为我知道他喜欢 到打牌这些地方去玩 我就问他 你是不是去赌钱了 嗯 然后他说是的 然后听他的口气 就感觉他输了钱嘛 心情不好 嗯 我就问他在哪里 他就告诉我了 然后我就去了 去了以后十万块钱 基本上输得差不多了 十万块钱输得差不多了 嗯 那是你们借来的贷款 贷款 嗯 这第一次 对 然后到了你就吵架了嘛 我很生气 啊 当着那么多人的面 我就骂他了 他当时可能也是输了钱 心情不好 他当着那么多人的面 就回击我了 反击我了嘛 然后我一生气我就走了 我就找了一个旅馆 住下来了 没有回家 啊 他当时也没回家 他还在赌场上赌的 他一直到晚上 才回去 嗯 他是到第二天早上 才打电话找我的 教我原谅他说 我们去南京吧 那个时候是正打算来南京 他把钱输了 那你没钱了 怎么还去南京呢 还剩一点 还剩万马多块钱 哦 去南京干嘛 搞样子 养鸡 他有一个朋友在南京 在南京周边是吧 对 南京乡下 创业是吧 养鸡 对 这是第一次 对 输了八九万块钱 差不多 你脑子想什么呢 你不是借钱去创业的吗 你干嘛去赌国呢 赌国人就喜欢赌国 对不对 那时间 去赌国 可能赢一点 对不对 就这样想话 后来把钱输掉了 这是第一次 第二次呢 第二次就是说 后来到南京吧 南京一开始穷的 说正话 有时候患者也吃不起了 后来就说 在南京努力 一年龄差不多吧 后来我老家来个朋友 他们一喜欢赌博 以为我在南京混 混得可以了 就来玩玩 后来就 再去玩玩了 又跟他去了 去过 再来玩几天 后来又 又延上了赌博 来了一个同道中人 对啊 在南京很苦 对 连续三四天 每一天两个人就吃一桶泡面 那时候很苦 因为我们在一起嘛 他是离婚的 他们家不接受 我父母也不接受 就等于向私奔的兴致 到一起 所以在那里的时候 在一个小树林里面 也是经过他朋友介绍的 租了一个树林 当时因为没有钱嘛 说他朋友帮我们 就是口头承担一下 就等到有钱了再给 然后在那个树林里面 搭了个房子嘛 一开始没有房子 那个房子就是 从人家废旧的那个木板 收过来的那个塑料 就是这种 当时这个木板 也是他朋友帮我们找的 然后底下用了个铁桥瓦的 这都没自来水吧 没水 那怎么办 用水怎么办 一开始去的话 头一年我们吃了都没有水 用水的话 就是到这个镇上 镇上那个公共厕所 公共厕所里面 不是有那个 公用的自来水吗 然后他们男厕所没有 女厕所有 他就是拉了个桶 骑着三车在外面 把那个管子 从那个窗户伸进去 我在旅厕所里面 然后把那个管子 水倒出来 就是接了 大概有三个多月吧 人家发现了 就把那个自来水 龙头给下掉了 这样的日子过了多久 过了一年多 一年多 对 苦不堪言 对 那房子夏天那个热死 对 那个蚊子的钻 然后 就是下雨的话 床上都会打湿 那段时间 他没有赌博了吧 没有 那段时间没赌 他也挺心疼我的 就是每天晚上坐在床上 他也会抱着我 对我说 说要好好干 以后带我过好日子 什么的 我们就慢慢的开始 把鸡的生意一步一步做 到拆场去摆摊 什么的 慢慢也是要赚一点钱 那时候一天 一开始做嘛 一天就挣个八九十 卖个一百块钱 什么的 特别高兴 回来 后来就直到后期 他就像他说的 他老家来了一个朋友 他看我们在这边一年多了 肯定还可以 就联系到他了 都是独友 他就过来到我家吃和做 我们后期又搭了一个活动房嘛 就可以住一下 简陋一点了 然后他就住在这里 简单的 每天带他出去玩嘛 我也没想那么多 我说朋友来了 你去就去 直到后期 他晚了两天以后 回来就跟我要钱 我说我们这么辛苦 哪有钱呢 然后又是离婚了 他前面还有个孩子 在上学 我们要给抚养会 所以我说没有钱 他就当时就像 拾取理智一样的对我 那种感觉 就是你必须要把钱给我 就是卖的钱 不都在你身上吗 就这么说 然后他当时 他朋友在边上 也说了一句话 他那个朋友 就是喊他称父为哥嘛 他就讲 他的意思就是说 我不是他明媚正娶的 你有什么权利 控制我 管着他的钱 对就当时这么说 后来我当时听着 心里面就特别痛苦 我就冲着他吵了 然后他当时很生气 他就随手在边上 有个铁棍什么 拿起来就扔过来 当时就砸到我的腿上 腿就被砸走了 我当时就到屋里面 就是把辛辛苦苦 挣的大概有5000块钱不到吧 我没给他多 才挣了5000块钱 对 我就骗他说 我说没有钱 我就给了他1000块钱 然后剩下的几千 我自己带走了 我就说我走了 我说如果你要选择跟你这个朋友去度博的话 你不要要我了 他说你走就走 他当时就是很恩情 他说离了你了 难道我还找不到女人吗 就这么讲 然后我当时就走了 你觉得你那个时候是昏了头吗 昏头了 我们没赌过 问一下你们 你那个赢了是什么感觉 赢了肯定高兴了 一到输了 肯定心里就不是之味了 你知道这个女人跟你辛辛苦苦 住那种房子 住了一年多 好不容易挣了5000块钱 你就为了在朋友的面子上 所以你就那样对他 这个这个呢 当时就是说我一直就摸着我老婆 就说我前期有精神抑郁症 到现在我也没跟他讲 今天 你是医生诊断的吗 诊断 吃药吗 以前吃药 后来就是没前期就没吃 你的抑郁症是什么时候落下的 我 是跟前期吗 对 你一直都不知道 我不知道 反正他就是突然间会发火 用我们话说 就像发神经病一样的那种感觉 对着我 然后冷静一段时间 他又好了 他又哄我 你为什么要瞒着他 我这个要摸着他 我就怕他当时就说 也怕他不跟我 对吧 这是精神抑郁症的症状吗 白老师 是的 有一部分的抑郁症的患者 他是会难以控制内心当中的愤怒 然后会突然间的情绪 有一个大幅度的跳跃性 所以这次他走了 你害怕吗 一开始他折了我不害怕 后来就说晚上 赌博琴到家去输光了 回家就睡觉了嘛 想想一个人嘛 就在他静静地想啊 对不对啊 哎呀 两个人出来 也不用着 对不对啊 后来就说 因为想象我以前 我没跟他折到一次 我赌博也输了好多钱 后来跟他又折到一次 现在条件刚刚好了 又要站上赌博了 我就一个人在那静静想 四两天早上我就打电话给他 一开始他也不肯接 我就拼命地打 画信息啊 打电话 后来他终于接了 后来我就说我老婆 我说我不走了 我向你保证 我说你回来吧 他后来就说 说我回去可以 说那我们必须要离婚 重新以后 你要对我好了 能折上真路了 说我就跟你过 如果我要折不上真路了 对不对 就说离着离的路 无着无的路 后来我就说 我说你回来吧 我说可以 我说我还去下定决心呢 我利用撕去掉 所有的朋友 我也不能撕去 对不对 一个老婆 所以你那个朋友呢 那朋友就被我拟走了 这招绝哈 你要回头想 先离婚 这样的话 你要回头才是真正的回 有好多人会觉得 反正离都离了 破关的破摔 对不对 会有这样的心理 你这招谁教你的 其实我当时心里面 就想着的话 我要是离了的话 你对我不好了 我随时还可以走 就轻松一点 当时心里是这么想的 你们俩怎么认识 我一直在苏州的 9岁的时候 就被我爸妈带到苏州 做生意的 后来2014年的时候 那时候我21岁了 我父母看我大了 他就叫我 回来相亲 到家里以后 相亲对象也看了 然后看了以后 就是商量了要结婚了 结婚想买车 我就考驾照 我在家里玩电脑 学了个理论 他以前的工作是 操电表的 就收电费的 我们村上 他正好那天 收电费到我家 那时候我父母不在家 我父母还在苏州 给我哥哥家带孩子 他很少看到我 他不认识我 他当时就说了 这么漂亮的姑娘 谁家的 我第一次见 我就问 我说你是干嘛的 他说 他是我们村上收电费的 我说 后来他就跟我聊了聊 他就聊聊家常 问我是不是一直在外面 一直什么的 他不认识你 你认识他吗 听说过 他是我们村上收电费的 相当有名 相当有名是啥意思 就是很邪气 人人怕他那种 你就是村里的无赖是吧 对 上到老人 下到小孩 没有不认识他 那你大理他干嘛呢 他跟你说话 当时他也不知道 我当时不知道 他刚回来 我当时知道他收电费的 你真是个无赖 差不多 没人不怕我 在我这承认 那你怎么今天看见 我跟浩子见了猫子呢 因为我现在 改起贵阵了 对不对 看样子 我们这事还得往前倒一倒 从你们俩认识之前 先说一说 说说你的家庭 我的家庭的话 我两个哥哥 我父母今年七十多岁了 我是 这里就讲到我的身世了 我不是我父母亲生的 是我外婆从路边捡回来的 然后送到我这个父母家庭来的 因为他们家没有女孩 两个儿子 就把我带到这个家庭来了 但是这个事情 是我跟他在以后才知道的 我之前不知道 他自从第一次去我家 收电费以后 他后来就经常去 每天没事的时候就去 收电费不就一个月一次吗 还能经常去呀 他就是去教我 教他玩电脑啊什么的 然后一来二去 我就觉得他说话 也挺有趣的 就 就好像产生一种 对他的崇拜 这种感觉 后来 就是村里的人 看着我嘛 都传开了 传到我那个相亲对象家了 我们的相亲对象 离得也不远 就在镇上 后来人家就提出来 退亲嘛 他还间接地毁了你一段 相亲往事 对 但人家没有直接说 我跟人家不好 就是不愿意做了 我爸妈听说退了以后 我爸妈就打算回来了嘛 回来我就很紧张 那时候害怕很小 我就跟他说了 我说现在这村上 我民生也不好了 好丢人 我说我爸妈也要回来了 我怎么办 后来他就对我讲 他说他会对我负责任的 可能真的有人因为小了 没想那么多 还是有点崇拜他的那种感觉 我说好啊 后来就在我爸妈快回来之前 他就带我走了 到了我们隔壁的县城 租了一个房子 就是等于把我藏着那里嘛 然后我爸妈到家 就拼拼地打电话 也听说了这个事 我爸妈就让我回来 我就不回去 然后有一次 我爸爸特别生气 他就说了 他说你不回来可以 但是你今天必须回来一趟 我问他干嘛 他说你回来 我们到那个镇上 那个派出所去把户口 他说你不要在我的名下了 有你这样的女儿 我感觉到很丢人 他说你既然要跟他过的话 你就把户口牵到他家去 不要在我名下 因为我比较小 我当时逮了我爸爸一句话嘛 我就说 你这话讲呢 好像就我不是你亲生女儿一样 我说是不是 如果今天是你的亲生女儿 你就会支持他 不是亲生女儿 你就这样逼我 说到这里的时候 我突然间想起 以前就是在村上回来的时候嘛 有人会拿我开玩笑 他说你的亲生父母有没有来找你啊 那个时候我就觉得 他们是拿我开玩笑的 正好那天出了这个事 我就把这个事情连在一起想了 想了以后 我当时也做了一个很幼稚的决定 我打电话给我大哥 我大哥今年跟他差不多大 我当时就问他了 我说大哥我想问你一句话 我说别人村上都讲说 我不是爸妈亲生的 我说你可不可以告诉我是真的假的 当时我哥哥就讲了 他说你已经长这么大了 爸妈把你抚养这么大 对得起你了 他就讲说是的 他说你不是爸妈亲生的孩子 是外婆送过来的 就是对这里的话 我也想借助这个平台 特别地向我父母说声对不起 你父母反对你的婚姻 是因为他人品不好的吗 一个是人品 还有就是比我大这么多 他父母赞同跟你在一起吗 也不赞同 他们反对的原因是什么 因为他有孩子 两个孩子大了 所以其实当金说了自己的身世之后 你就更加笃定 我将来所有的幸福和希望 都放在老公身上 对 所以你才愿意这么吃苦地跟着他 是的 因为你只有这一条路可以走 对 我心里面就感觉 原来我是亲生的孩子 没有人疼我 这种那个时候他也对我很好 我就感觉我就 只要你对我好 我就一心一意地跟着你 你在他之前谈过恋爱吗 谈过 18岁的时候 谈了一个外地的 他也比我大五六岁 当时 我也身体不好 那个时候我也想着 只要有个男朋友接受我的话 什么叫身体不好 我就是 从我人生第一次来恋嫁的时候 就是来得不停 身上一直流血 然后到医院去看的时候 那个时候医生说是青春期宫血 说吃点药就好了 没想到以后每个月来都是这样的 只有去吃药 要吃了个激素的药 才能止重 是的 我每次去问医生的时候 医生说 就是里面的泪膜 增深厚都会导致 我就光刮工也刮过五六次了 那你不会刮的没生育能力 刮工刮的 就是到最后一次的时候 医生说你不能再刮了 他说你再刮的话 你就直接把子宫切了吧 你现在有孩子吗 现在有 现在有个私生的孩子 那个时候我就想了 只要他对我好 看上我 不管是谁 我都一心一意跟他过 我就是这么想 然后我妈妈思想比较传统 她也跟我讲了 她说将来不管找什么样的人家 你的身体自身的毛病 你知道就不要挑了 你跟他在一起 不在意他身体的问题吗 我就说感觉 现在酷瘦这么发达 小城市不行 我们就到大城市去看 你问过他这个事吗 我问过 就因为他回答了这句话 他说啥 我才死心塌地跟他呢 我说我不能生孩子 你还会要我吗 然后他当时就讲 他说 只要你跟我在一起 你准能生孩子 什么神仙呢 他是 我也不知道他为什么这么说 哪怕我心里觉得 他是哄我的 我也很开心 为什么跟你在一起 准能生孩子 就是就要说话来 花长了 为什么我没做一点事情 现在还有一点预感 你为什么在村里面 人品不好呢 其实我以为 我也是挺好的 就是说我这个性格 比较倦 比如说看人家 有点爆火器的事情 我就出来指不指 所以就人家就说 我现在农村上 有忙跟鞋头 就说我不来 打人呢 打人打过多少次 你为什么打人呢 比如说就像以前 农村收丁费 对不对 他就不肯割丁费 后来叫我收丁费了 你必须要 把这个丁费割掉 他好多人就一开始不活 不活就打过好多次将 你没干过什么 违法勾当吗 没干过 说的自己好像是个侠士一样 就是要交费 对 你那不像收电费 你那是收保护费 我们按照这个 这个超丁费 丁费多少 比较够多少 我也不能说到处落收 落收不违法为止 对 他挺会讨你欢心的是吧 是 他就说 我这么大年龄 找了你这么年轻的 是我多少被烧 烧高香烧来的 就是找到你祖坟 都冒清烟的那种感觉 还有吗 跟我在一起 我对你好一辈子 只有你跟我在一起 才会好 对 反正我就对他说的话 百分百信 没有丝毫的怀疑 但赌博了以后 就不一样 对 你们离婚之后还住一起的 住一起 还在一起 领离婚证的时候 啥感觉 领离婚证的时候 说真的 心里面就感觉 有一点不乐意了 我让你跟我离婚 你就领了 但是我没讲 你领离婚证的时候 是啥感受 我离婚证就想了 我一定要对老婆好了 说话了 住室 就要考虑一下 有时候 见到冲动的时候 一想 哇呀 我洗过保证说的 你就过分了 一打过 再动手了 他走了 对不对 或者就说 比如说 打他了 他还可以报警 那两年 他表现怎么样 说 表现的也挺好的 就是 比如说每次有争吵什么的 他情绪上来了 比如说抬手 想顺手 动手什么的 他突然间又放下了 如果放在之前 他不会 以他的脾气 我知道 我们是卖鸡的 养鸡的 每天早上 起早贪黑的起来 去卖鸡什么的 有一天 我骑个三轮车 一下子翻了 脚被砸伤了 我当时特别着急 就赶紧过去了 过去以后 那个时候 我有160多斤 然后他到那里 就把我赶紧 就抱起来了 往医院里面跑 然后 反正就是在这过程当中 他对我照顾很细心 生意做的怎么样 生意做的一开始不行 后来慢慢也行了 一开始我们做的时候 是在菜场门口 提着一个小篮子里面 放一点鸡蛋 两个鸡扣到那里 在那里卖鸡 然后人家来买鸡的时候 我们说是自己养的 人家一看我们这么年轻 穿得这么干净 就不相信 我家先生就提了一个方案 他就讲 他说你把这个鸡免费 拿回家吃吧 你给我留个电话 他挺会做生意的 然后那个人就把鸡 拿回去吃了 结果到第二天 我们出摊的时候 那个人亲自过来 把鸡送过来 说鸡挺好吃的 再给我们来一只 他是不是挺聪明 他是挺聪明 想法很多 就是表达不出来那种感觉 我们两个人 就好像有种互补 我比较爱做一点 养鸡不是应该去浇群 就在乡下 就在乡下 对 就是在那五百亩树林 现在做的五百亩树林 除了五百亩的 不是的 那个五百亩树林是一个老板 他看我们两个人挺有干劲的 他就讲 他说我承包了一个五百亩树林 他是专门搞苗铺的 他说没有人管你 你到我那里去 我提供给你养鸡 你免费把我管你 那个苗铺 就在这里 就在看女子的地方 那这鹅 鹅也有 鸡也有 现在就在这是吧 对 现在我们就在这个地方 没堵了 没堵了 到这里就没堵了 你怀上孩子应该特兴奋吧 我怀上孩子我很兴奋 然后我给他看了以后 把他吹一棒就四指嘛 给他看 没看到他很兴奋 是离婚之后怀上的吧 对 离婚之后没拿结婚证的 他就说了 我就说爸你会怀吧 然后后期经过考验 感觉他对我也挺好的 正好也有孩子了 就去领了结婚证 你怀孕的时候对你好不好 好 但是那个时候我们条件还是差 就靠两个人 所以有什么事都是互相帮承着干 他心疼我我也心疼他 我挺着大肚子 每天都去卖东西 一直卖到生的那一天 他每次产检都陪你去了 每次都是他带我去的 就是我绕矛盾的什么的 有的时候我会 偶尔无理取绕 绕情绪什么 他也让着我了 不像以前非要跟我争到底 翻天覆地的变化 后来这个金晨玉玉嘛 慢慢的就好 好懂了 你的保证书带来了吗 保证书带来了 你背一下你的保证书 我听听你的保证书 怎么写 就说老婆 我错了 这个重新以后 我不会再打理了 就是如果再打理 我就不是人 有这么长远了 一定洗了一花 我就不讲了 对不对 我一定会得理好的 你自己总结一下 为什么离了婚写了保证书 你就会能有这么好的改变 这到底是什么魔力 我这个人一个习惯不好 一花糊了就想抬手 刚一抬手了 一想不能抬手 一抬手了 我对我老婆洗过保证 承诺过 就不能再去了 就说每次一花糊 一开始就说理过了 当时的金晨还有一点崩溃 那看上去你还是能信守承诺的人 你为什么想到到这儿来道歉呢 正好去年我老婆接触队 她在队上看直播 每天晚上要到十一二点 又要带孩子 又要帮我洗衣 又要做话 每天还要去感激 说正话就这次就说 那些他都感谢 他说 你平时看我们节目 以前看 就是说这两年 甚至上比较有点忙 就忙到一天了 忙到我还来就有点累 就说就虚起来 你在抖音上卖鸡卖额 就是开直播 给别人介绍我们家土鸡什么的 后来一个抖音记录者 他找到了我 他想帮我做直播带货 然后他帮我拍了宣传片 有多少粉丝啊抖音上 四十多万 四十一万 还可以了 这个故事真正的重点 不在于浪子回头进不换 而是在于一个女人 要跨越自己的自卑 跨越自己的忍耐 能够有鲜明的情感态度 同时你要有离开的资本 是的 来来来 我们听听三位老师 表面上看好像是 一个浪子回头的一个故事 但实际上我看到这个故事 还有更深层的一个东西 就是其实是在讲 妻子自己的一个成长 以前你因为自己的身体状况 又因为自己的出生 所以你用的话是说 只要有一个人要我 他愿意娶我 那我就全心全意地去对他 我就跟他 所以当你看到他的时候 头脑一发热 你就跟他在一起了 因为你把自己放得太低了 很庆幸你还有底线 你的底线就是这个男人赌博 这个男人打你 当他触碰你这个底线的时候 你一下子就勇敢起来 而且我更欣赏的是 你有勇气跟他离婚了以后 更有勇气的是 你没有立马跟他复婚 而是说有更长的一段时间 进行一个考察 可能也是因为你 你在南京那么辛苦 去从无到有 去做一个事业以后 你慢慢认可到自己的能力 这个跟我自己的出生 或者跟我身上的疾病 是没有关系的 我反正是看到这个故事里 是妻子的这种成长 希望你们的这个事业 能越做越好 然后同时我也想跟丈夫说 考察期已经过了 妻子已经接纳了 但是现在妻子 是越来越强大了 如果你不继续保持 你现在这种踏实 勤劳 同时又关心妻子的 这种作风的话 然后也许有一天 你还会被离婚的 景中长鸣 好 谢谢你们来了 好好 谢谢你 人家都说 结婚不买房 这都不行 你这结婚 搭板房 他都能跟着你 你就觉得有恃无恐了 差点就让他 彻底地离开了你 但这个时候 我觉得姑娘 你终于成长了 就是遗子之矛 公子之盾 你采用了 最厉害的一招 饥饿营销 我离开你了 我跟你现在 没有任何关系了 离婚证都打了 我不属于你了 我才能真正地 去考察你 所以他一看这架势 是啊 这得不到的 我就得想方设法去得到 他就很努力 很加油 好好表现 当通过长期地 好好表现 自己也尝到甜头了 认认真真过日子 才是真的幸福 所以说实际上 我觉得他的浪子回头 有你很大的功劳 不在于你的宽容 或者说你的温柔 我觉得更重要的是 不要让他那么有恃无恐 觉得你就是他盘里的菜了 所以说我觉得 你们两位的婚姻 之所以现在 还能够走得比较好 在于大家都用心地经营 我也希望所有的夫妻 都能够在婚姻上 用点心 用点脑 因为仅仅当初的好 是远远不够的 所以说祝福你们 也谢谢你们来了 谢谢 我觉得你们的故事 让我感觉 有两句话浮现在我脑子里 一个就是 你跟我在一起 你就能生孩子 这句话 对于你们两个人 都有一个浓缩的词汇 叫我行 那这个对于先生来说 在你以往了 四十多年的人生当中 可能没有为自己 赢得任何的荣誉 所以在你过去的 四十年的生活当中 你的人生是 我不行 那那种 对一个男人的 那种屈辱感 它也是会让你在赌博当中 沉溺无法自拔的 一个很重要的原因 我能够一下地拥有 运筹帷幄 赢得天下的那种霸气的感觉 其实也在快速地追求 我行的那样的一个状态 而这个我行 对于妻子来说 那就更为重要了 你是一个 没有资格去被保护 去被爱护 去被留下来的一个孩子 所以我能不能拥有一份爱 我行不行 这个对于你们来说 可能恰恰就是你们的关系 让你们在彼此身上 都看到了值得 我值得拥有 一个女人对我的信任 依赖不离不弃 而一个女孩子 不论我能不能生孩子 她都愿意为我而 无条件地改变 不因为我是她的妻子 她才爱我 我现在不是她的妻子了 她依然愿意为我去 变得更好 所以我值得 这就是第二点 在你们的婚姻当中 你们都既救赎了自己 也救赎了彼此 所以这样的一次 醒悟也好 这样的一次被看见也好 被守候也好 我想都是你们幸福 最根本的一个点 也是你们未来 所有的基石 谢谢你们今天的到来 祝你们以后的生活 越来越幸福 谢谢 谢谢 行了 接下来有什么话 跟你媳妇说 谢谢你来了 老婆 谢谢你 谢谢你 你受了好多苦 包容了好多 也把我的人生改变 现在不想过去了 现在我拥有全世界 没有你 我也不会幸福的 老公谢谢你 谢谢你对我 对我任性的包容 一路走来 也不光是我包容你 也是你包容我也比较多 毕竟你比我大这么多 在生活上有些事情 你还是比我知道的比较多 所以你也给我人生 起到了很大的辅助作用 我爱你 我也爱你 那我来看看 他送给妻子的礼物 本节目由三合一新方法 养护骨关节 营养物骨比例赞助播出 你自己拿了送过去 老婆 不好意思 今天因为没跟你买什么黄金白银 我只是今天送你又往大碗面 大碗面 送方便面是啥意思 就是说我们两个人 折到一起的时候 蹬住 就是一个大碗面 我也随不得吃 他也随不得吃 他想送给我吃 我想送给他吃 就说听来 就说我黄金也没得起 白银也没得起 但是我买了个感觉 想永远找不到我们过去 对不对 今天 你要我帮你泡是吧 不要不要 当时我们也没泡 就是两个人 不开来吃的 泡 要今天再回忆 鬼故一下 对吧 吃一颗 啥味啊 幸福的味道 好吃 好吃 其实这个味道 说句实在话 你要说是幸福的味道 也可以 其实我认为 吃出来的都是一种信任的味道 就是你不会抛弃 我也不会抛弃 你这个方便面 你在以后跟任何女人 分着吃这个方便面 都不会再有这个味道 也不会吃的了 也希望你遵守自己的诺言 一定 就这一辈子对她好下去 行 祝你们幸福啊 再见 谢谢 谢谢 本节目由三合一新方法 养护骨关节 营养无骨比例 赞助播出 宝贝 这次的年纪 这次来 光荣到我跑道 没有你 我一会会幸福的 我从今 不爱你 我也爱你 我们总喜欢说一句话叫 平贱夫妻百事爱 现在人理解这句诗的意思叫做 没有物质基础的婚姻是不会有将来的 但事实上 这句诗是唐朝著名诗人袁枕所说 他的原意是说 共过苦 一路风雨同舟走过来的夫妻 一旦死别 会更让人心痛 意思其实是 跟我们现在理解的意思是截然相反 他恰恰是告诉我 夫妻如果没有共过苦 那还叫夫妻吗 恰恰是要共过苦 患过难 我们才要更加彼此珍惜 这一路走来彼此的付出 所以我们现在有好多人都误读了当年的经典 所以说 所有的夫妻 共过难的 一路走来的 要珍惜彼此的付出 而那些到目前为止 还没有经历过事情的夫妻 一旦面临困难 千万不要气馁 这恰恰是生活给你们考验的机会 好的 如果你也有对不起或感谢的话想要所说 也欢迎你来到节目当中分享你的故事 我们下期节目不见不散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明镜与点点栏目